嗨,大家好,我是MG 今天一大早上醒来,我就望向窗外,发现雪是终于停了 太阳也出来了,望着放晴的天空,心情也是非常的敞亮 在阳光的照射下,我仿佛有些恍惚了,能够感受到时光的流逝一样 这样一想,一年,也就是今年,2023年就要过去了 今年对我来说是异常平静平和的一年 在往年呢,我都会给自己定一些这个人生的年度目标 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甚至要超越这样的目标,我每天都忙东忙西的 就要忙到手里的活,又想着未来要干什么 所以说每天过得都非常的疲惫 然后也会给自己很多很多这样那样的焦虑感呀,危机感呀,功利心呀等等 所以说每天活着的就很累很累 胸口啊,永远是紧张着的,从来就没有放松过 但是呢,今年啊,尤其是4月5月以后啊,我就和自己达成了和解啊 不再强求自己了 当然了,和自己达成和解的一个前提啊,是对历史不再侥幸啊 人嘛,这个努力的上限啊,也就是顺势而为 假如呢,历史处于一个相对糟糕的一个阶段啊,那么你再努力也不过是无力回天啊 所以说倒不如啊,就不再强求自己啊,享受享受最大的最严重的洪水暴风雨之前的宁静吧 享受享受生活,也就这样了 然后呢,我也是在各大社交媒体上也发过声明了 我说啊,就到此为止了啊,不再讨论那些过去的事情了 未来呢,就是享受享受生活,打发打发时间 如果还有余力的话,就展望展望未来吧 关于过去的话题呢,就不再去讨论了 不过呢,今年我还是时不时啊,会收到一些人的提问啊 甚至这些提问的人里面,还有一些是不怀好意的一些啊,这个坏人 然后呢,他就想啊,在我这些社交媒体上翻一翻过往的言论 然后找一找这个所谓报的内容,然后来给我屎班子啥的 结果呢,有一些这个黑字吧,暂且就这么称呼他们了 结果呢,看我去年一些非常精彩的这些讨论呢 结果他妈看入迷了,反而对我产生了一些兴趣啊 甚至在爱发店上付费咨询我啊,有的还不止咨询一次 啊,就算是粉转黑了吧,也颇有戏剧性了 然后呢,他们就问我说,能不能再聊聊像过去聊的那些精彩的话题啊 今年为啥不再聊了,其实我也说了嘛,就没什么好聊的啊 关于过去的一些讨论呢,都已经盖棺定论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再进一步去讨论了 有关过去的讨论呢,最终都可以归结到一个话题之下 也就是旧帝国的毁灭啊 一个帝国的崩溃呢,无外乎就这么一些原因吧 一个呢,是突发的继承危机 而除此之外呢,主要的直接原因啊 就只有两点了 一个呢,是财政的危机 另外一个就是粮食的危机 在农业社会呢,粮食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还是会受到自然因素 也就是天灾的影响 但是呢,工业文明以后的话,粮食的问题出到底 还是钱的问题了 哎呀,这个说来说去呢,一个帝国的崩溃啊 就只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钱了啊 没钱的话,谁给你卖命呢 你像伊拉克啊,在不炸钱的时候啊 萨达姆打那个两亿战争啊 真的打的惨绝人寰啊 长达八年之久啊 这个非常的惨烈 但是呢,即便如此啊 也没有伤筋动骨 他甚至后来还发动这个余热啊 然后去入侵科威特 不过也正是因为入侵科威特啊 他后来遭到了国际制裁 这下子啊,就彻底没钱了啊 然后之后呢,美国在2003年又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 那这个时候呢,美国的军队啊 直接就一路开到巴格达 沿途没有遭遇任何有效的抵抗 当时呢,有些国家这个非常抽象的这种搞笑专家 还意想说伊拉克的共和国卫队会如何如何死战到底啊 啥的 实际上啊,这些军队早就已经提前解散看戏了 对吧,你这个钱都发不出来了 谁他妈给你卖命啊 这个你要说讲忠诚 那你萨达姆的信用比草子都要博 你要说什么讲什么理想啥的 你萨达姆的这个道德比屎还要臭 那不给钱他妈谁给你干活 这不可能的事啊 啊,你像清帝国也是一样的啊 后来呢,这个朝廷的已经发不出来钱了 还天天到处要钱 那最后呢,这个袁世凯他是呢,亲自发钱的 那最后就北洋整个就听袁世凯的 哪怕没有南方的事变的话 这个朝廷啊,也已经是有名无实了 帝国的崩溃呢,说来说去啊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没钱 这么简单粗浅的结论下啊 说实话没有什么再值得进一步声讨的一些内容了 所以说倒不如说,哎呀,算了吧 就没什么好聊的了 那么在过去呢,之所以有一些这个相对激烈 甚至精彩的一些讨论呢 是因为啊,有很多很多人他搞错了历史发展的顺序啊 他错误的把言论思想呀 社会思潮呀,知识分子啊 这些因素啊,在帝国崩溃中的影响给无限放大了 这样聊起来的时候啊,就非常的有戏剧性啊 比较的感人啊,比较的浪漫啊 但实际上,就帝国在财政充沛的时候 会想尽一切办法,封堵任何不利于他继续统治的社会变化 直到财政崩溃了,无力继续封堵了 帝国的围墙千疮百孔了 各种各样的思潮才会竞相踊跃出来啊 过去呢,还有很多极端搞笑甚至无耻的谬论啊 像什么一场摇滚演唱会 让苏联这个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西方流行文化,腐蚀东欧年轻人 苏东年轻人丧失理想,沉迷享乐啊 最终苏东的集团就因为这个从根子上被瓦解啊 不拉不拉的 哎呦,这个什么商女不知王国恨,隔江游唱后庭花 这句诗呢,最终被解构成说 商女这个对吧,就沉迷享乐 然后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萧条和灭亡 这个就特别的搞笑,甚至无耻了呀 你像商女能让帝国崩溃吗 商女所能出卖的也只有她自己的肉体和她的才艺了 她从不拥有一亩土地 也不曾拥有一丝权利 她不是帝国的主人 所以她根本就无法卖国 只有帝国的统治者才能卖国 同样的呀,你像苏联的年轻人 他既不拥有中央银行 又不掌握钢铁洪流 只能被拉去阿富汗送死啊 最后的责任,对吧 你竟然还要怪到一无所有的年轻人身上啊 这是非常荒谬胆小无耻的论断 至于把苏联的崩溃归结到西方文化的入侵 这个也是非常搞笑的事情 首先呢,苏联在80年代初内部经济崩溃啊 内战是难以化解了啊 所以呢,就被迫开启诸伦改革 格尔巴乔夫呢,上台以后啊 主动与西方交好 去西方访问啊 他的主要目的呢 不是实现他个人的一些什么政治的理想 主要呢,就是一个目的 就是问人家借点钱 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 然后呢,这个西方呢 就觉得算了吧 就大家就面子上过得去以后啊 没准还能多做点生意啥的 然后呢,各个国家就给他借了不少钱啊 这要是不借钱的话 实际上苏联至少要早五年就已经崩溃了 而且崩溃的话可能会更加的厉害 没准俄罗斯内部就要出现各轮解体了 当一个旧帝国没钱以后啊 开始疯狂挣扎 以及将自身危机推给各种各样外在因素的时候啊 这个阶段啊,纯粹就是一幕喜剧啊 就纯粹看戏,纯涂一乐就行了 而且的话,这种戏剧也持续不了多久啊 是终将谢幕的呀